你们知道日本人为了把自己种的菜卖出去有多拼吗 在日本吃了那么多碗乌冬面 不是黄油就是奶油芝士 实在是太无趣了 就问同事有没有刺激点的乌冬面 同事说这家的辣味萝卜乌冬很刺激 看到那么多人排队我觉得同事应该没骗我 进门还有菜店里也是菜 要不是看到墙上密密麻麻的菜单 我还以为自己走错了 希望她能刺激到我 店外菜小姐姐说让我自己去倒杯水 她去帮我准备萝卜 回到座位的时候萝卜果然已经准备好了 一开始我以为小姐姐上错了 直到我看到对面的客人站起来磨萝卜 这么多应该差不多了吧 好在这个时候面也来了 小姐姐让我把磨好的萝卜放到酱汁里 让面粘着酱汁萝卜一起吃 除了萝卜以外套餐里还有一个炸蔬菜天妇罗 吃之前先放在酱汁里泡泡 一口咬下去酱香夹杂着油香 满口都是蔬菜自然的甜味 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不可以侵蚀生活中的每一根萝卜 萝卜的辣味早已盖过了酱汁的味道 一天只做三份的鰻鱼饭被炭火烤的焦脆的鰻淋上浓厚的酱汁 鰻软到用筷子轻轻一划就切开了 还没送到嘴里就知道这一口有多好吃了 再加个温泉饭 双倍的胶质感 离开前别忘了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哦 3 5 15 11 10 1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